大家好,我是Yoyo 歡迎回到Take A Brick Morning Coffee的頻道 我們現在呢來到Williamsburg的一家Dessert Bar 它叫做Kidsby Dessert Bar plus Tea House 然後之所以會來這家呢 我也是不小心在上面有找到他們 然後就想說 我在Williamsburg工作那麼久 怎麼不知道這裡有一家的食物 所以我就來這裡看一下 然後再跟大家說 那先這樣 待會見 我們現在所有的東西都上齊了 那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他剛才上的是我們點的 Forbidden Fruit 然後呢 他的這個 我可能也要吃了才知道這是什麼 但是因為我們覺得他的造型很奇特 所以就點 再來呢 是這個 這個呢 他叫做Matcha Affogato 通常Affogato就是 冰淇淋加Espresso 才叫Affogato 所以他這個很酷是他有 冰淇淋 這應該是香草冰淇淋 上面有一些抹茶的 然後呢 這個應該是他的 抹茶還有巧克力的餅乾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 Espresso 我們現在呢 然後都已經吃完了 然後首先我們就點了三樣東西 第一樣是 Matcha Latte with the Old Milk 然後第二個呢 是 我們吃完的 Forbidden Fruit 然後第三個是 Matcha Affogato 那我們就各給三個不同的 一樣也是 平分 就1到10分 那 我會有一個分數 Pattie會有一個分數 那我們再取中間值 那第一個呢 是Matcha Latte 我覺得Matcha Latte的好處是 不會太甜 然後我覺得他很好的是 他可以選不同的Milk 那有些Matcha 就Matcha的Play是不行選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蠻好的 那我這個Matcha Latte 我給他7分 再來呢 是這個 Forbidden Fruit 那Forbidden Fruit呢 對我來說有點太酸了 就是不是 不是很合我的胃口 但是他的 整個Presentation 大概10 out of 10 那他的口味不是很合我 所以我大概會給他5分 out of 10分 那既然他的Presentation非常好 那我們就取中間值 所以我這道菜我給他7分 再來呢 是我自己點的 我點的這個是叫Matcha Affogato 那我覺得這一道Dessert 是今天的亮點 對我給他9分out of 10 好 那接下來換Patty 來 我給他9分 這個有一點酸 但是他的Presentation is really good 所以我給他7分 7分最好了 這個是Matcha Latte 我給他8分 8分好了 好 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就是結束了 結束這個Review 我們今天在這一家Kidsby的Review呢 和開箱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那我們就第二家甜點店見 我們來給大家看 這邊是Matcha 這是我們 白色的Maccord 這是我們的Green Tea Macaron CoconutCrisse Miso 跟Crum Coat Benadzié Green Tea Mole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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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 哈囉,大家好,今天是我們的 Brooklyn Dessert Tour的第二家 這一家它叫做Pattery Tomoko Brooklyn 然後Tomoko是Chef的名字 然後我們來這裡呢 因為這家是我跟Patty第一次來 然後沒想到這家完全就是Blow our mind 這一家的所有東西 它所有的,它也是一個像Dessert吧 所有的東西都是非常的好吃 我跟Patty就點了一個Standard的Prefix 一個是Premium的Prefix 那差別就是Premium比Standard多了一道Starter的Dessert 然後我們還有再點了一杯也是抹茶拿鐵 我覺得尤其是它的抹茶抹茶就是厲害到一個 如果是給10分的話我可以給它到12分 而且因為你是在一個吧台的形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Chef他在做就所有的Dessert在你的面前 然後它的Dedication還有 就是你可以感覺得到它的誠意在裡面 然後所以我跟Patty都非常推薦 我如果是抹茶拿鐵我會給它10 out of 10 10分 out of 10分 我覺得在這裡我還沒有喝到一個比 可能也是一樣好喝 但是它這個是非常的Smooth 非常的順 非常的Soft 好然後接下來呢是Starter Starter的話我們是一個Yuzu Yuzu的Cake 它可能是每一天的Starter都會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的Starter呢是Creamy Yuzu Tart With salty caramel ice cream 我覺得Yuzu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在它的柚子塔裡面 然後我們的Dessert點了兩個 Patty是點Green Tea Ricotta Cheesecake With Concord Grave Sorbet 然後我點的是Chocolate Souffle 這兩個呢我也是都覺得是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給Green Tea Ricotta Cheesecake 跟Patty的那個Cancord Grave Sorbet呢 我給它8 out of 10 然後我的Chocolate Souffle呢 我給它9分 out of 10 那最後一樣呢是Petit Four Petit Four呢它是有Chef Select的 不同的小的Dessert然後放在一個盤子上 然後這個小的Petit Four呢 我也給它10分 out of 10分 因為它每一樣都有各自的特色 然後都非常的好吃 好那我講完了 那我現在換Patty 換Patty講它的Score 來 我要給這家餐廳評分 好 第一個是抹茶辣椒 我給它10分 第二個是Creamy Soyutat 跟Salted Caramel Ice Cream 我給它10分 第三個是Green Tea Cheesecake 我給它10分 第四個是Chocolate Souffle 我給它10分 第五個是Petit Four 我也給它10分 好 先這樣 所以主要就是Petit 都給所有我們吃過的10分 奧的10分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 我們就下一家Dessert見 See you 哈囉 大家好 我們現在呢 在我們Brooklyn Dessert Tour的第三家 這家呢 這家叫做Kutayaki 然後它是一個Focus在做Ice Cream的一間Shot 我也是昨天才看到 他們剛好有推就是買一送一的活動 應該就是Christmas 就是聖誕節 好 那我們就去吃 看它好不好吃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Holiday 的Buy one get one free Holiday Special 在Tayaki Tayaki是我們這次Brooklyn Dessert Tour的第三個 Location 就是我們最後一個Location 然後呢 給大家介紹一下它的這個Ice Cream 這個Ice Cream呢 是 就是抹茶口味 然後上面有放一些Sprinkle 就把它弄得很像是Christmas tree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吃吃看 先Petit吃一下 但是我們後來吃完了之後呢 覺得好像 既然都來Tayaki 他們的重點是 魚的下面 接的 然後上面是Ice Cream 那我覺得 既然都來了 那我們就應該要吃 嘗嘗看 他們的 最 Signature 的Dish 這樣 然後我想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我覺得他們的 他們家的抹茶 Ice Cream是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雖然這次只嘗了他們的Macha Ice Cream 然後還有Macha 跟Hojicha的Ice Cream 但是 我本身覺得他們Ice Cream的 Level是非常高的 然後我很喜歡的是 他下面的 用魚的嘴巴張開來接他的Ice Cream 所以我是很推薦大家來這一家 那好 現在給他一個Score 所以我覺得 他們這個Harday Special的 抹茶冰淇淋的話 我給他 其實我覺得 蠻好吃的 所以我給他8分 對 然後 不過因為 Hardy 你要給他吃過嗎 我要給他 你要給他 7分 好 為什麼要給他7分 我不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 對 好 然後呢 再來是 我們剛剛有吃他的 就是Signature 他的Signature 就是有抹茶的冰淇淋 然後在魚的下面 我會給他 9分 10分 我是覺得他的抹茶 9分 是因為 第一個是他的抹茶 跟Hojicha的Ice Cream 那個Score 有驚豔到我 然後 我也覺得他的下面那個魚 是 也是很好吃 而且因為他的是熱的 所以我就是覺得 是蠻好吃 好 那Patty呢 你覺得 我們最後吃的那個Ice Cream 你要給他7分 OK 我要給他9分 對 好 那我們這次呢 在Brooklyn的Dessert Bar 跟Dessert Shop的Review 在這裡 就要到一個段落 那喜歡 Take a Bread Movin' Coffee的朋友們 記得 訂閱 按讚 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要下支影片見 And Happy Merry Christmas Bye Bye 我喜歡嗎 MING MING